期待了超級久 一視難忘的頂級西班牙紅蝦終於回貨了 7月18日晚8點到10點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大貨直播 將會有超級低的優惠給大家 到時見 大家好 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掃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飛漢瘋癲 蓬佩奧正式出來講 就是準備參加2024年 其實不講都知道 一早就有班底 有成 跟特朗普是一樣的 因為當他離開了國務卿這個位置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 在華盛頓DC 加入了一個保守的智庫 即是在智庫裡面 而這個智庫最主要的功能 除了一些政策問題 就是籌款 一開始其實他已經是打了這個算盤 第二 直接這樣訪問的就是台灣 因為他的外交政策 是特朗普的第二任的國務卿 做到了最後 他根據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看一些資料 就是安培晉三併落了的印太戰略之後 蓬佩奧順著這個誓 接著拍著余茂春 開始他這個打擊中共之路 扶植台灣起來 其實這個任內的功勞 甚至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左飛飛 右飛飛 就是說跟王毅當日 無論是歐洲 中東 東盟國家 現在根本上 你這頭話去的 他就一定要在你24小時之前 趕在你之前去到 現在英國媒體《泰晉時報》 說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他準備2024年競逐總統寶座 蓬佩奧已經開始在美國 艾奧亞洲 艾奧華洲 我們可以說 因為譯名不同 新漢報集爾州 以及南卡羅來納州 多地開始演講 以及造勢活動 58歲的蓬佩奧 曾經任中央情報局局長 他是特朗普任內 第二個國務卿 他在2020年 卸下國務卿之後 半年內 展現了他的決心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選舉工程 減了41公斤體重 目前在保守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出任中國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 蓬佩奧擔任國務院 國務卿期間 主導了美國政府對外的政策 對華態度強硬 對台灣也好 被中國列入了制裁名單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宣布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說 就是因為特朗普已經說了 2024年 他將會有一個重大的決定 當然 所謂的重大的決定 就是看九月還是十一月 就是中期選舉之前 還是中期選舉之後 如果特朗普一宣布的話 就是說封殺了所有所有這些門路 你第二個 你想參選的機率都沒有 所以特朗普一出的時候 他也都說明 他說這個重大的決定 只要我一公佈 就會將一些潛在的對手 打回頭 大家都知道 現在特朗普依然是 整個共和黨 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因為 由他背書的身子 在中期選舉 百分之九十四點多的人 都會當選 甚至一些新兵 那你就看到他的影響力 那蓬佩奧 從來都好 以民調來說 最高就是五個百分之 最低就是一個百分之 跟著 剛剛上個星期 就是說共和黨選總統的 他只有兩百分之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說說算 因為先下手為強 下了釘 那對於香港人 或者對於台灣人來說 蓬佩奧 過往在他任內的時候 對中國 是有一種叫做克制性作用 跟特朗普呢 是兩個 基本上就是底和面 但是在美國人來說 蓬佩奧 並不是一個重點 所以民望這麼低 我剛剛做節目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我都說了 如果特朗普出來選 那就沒有蓬佩奧 所以 因為特朗普和蓬佩奧 走同一種路線 所以 當特朗普民望高 蓬佩奧 他的民望就會低 這個是我當日所說 後來我修正了 我這個看法 是因為 最主要的就是 2020年 蓬佩奧 和彭斯 甚至和 這個潛在對手 黑尼 小切尼 他們做的一樣 當然 基本不一樣 但是他們有一件事 是他們的致命打擊 就是2020年的選舉 特朗普或者共和黨 相信特朗普的人 他們決心追究到底 甚至每一次 就是所謂的Mega 就是美國優先 這樣的集會 他們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議題 不單是說 現在究竟有多差 或者有多不行 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釐清 2020年發生的事 所以 在美國有2000個奇蹟 這部電影 很多人看了 1月6日的聽證會 的失敗 你也都看到 近期 近這四個月裡面 在各個州份 在各個州份 很多的立法者 即是議會 重新入稟法院 來定 就是說他們以後的選舉 究竟用什麼規矩 是要根據 州議會 州議會 決定 而不是州長 州務卿的決定 而更重要的 將一些非法移民的票 完全這樣排除出去 甚至 開始陸續這樣去清算 就是2020年發生的 什麼議題 對於共和黨的支持者來說 2020年 他們到今時今日 他們都不服氣 他們覺得 一定要搞清楚 近期有兩件事發生 第一就是民主黨的初選 竟然民望最高那個 民調最高那個 跌到第三 多美尼系統 出了問題 跟著共和黨 也是 一個民望領先 二十幾個百分點的 初選候選人 竟然輸了給另一個共和黨 你說不差的範圍 十個百分點都可以 但是差二十幾個百分點 這個就相當困難 而最重要的 又是多美尼系統 所以這次中期選舉 對於共和黨人來說 他們不單止要選人 他還要選 究竟怎樣確保到他那張選票 是合法有效的 而蓬佩奧我講過很多次 做了三四次節目 為什麼他民望低 做了這麼多這麼強硬的事 外交手腕這麼厲害的人 究竟他為什麼民望低 就是因為 由他離職之後 他沒有 為2020年的選舉 講過一句說話 這個就是導致他的 民調不高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時候宣布 就是先下手為強 也都是那句說話 希望阻止到不同的對手 到特朗普宣布的時候 就兩雄相遇 分分鐘 看到的 看到的就是彭斯 Vino 建制派 甚至克利吹票給他都不定 他的選盤 我猜是這樣打 這個選舉 事實上 之前特朗普支持一個 就是說參議員選舉 和州長選舉 蓬佩奧和彭斯 都是一樣 是支持一個Vino 就是說 在特朗普的對立面 所以之前 特朗普被訪問的時候 他說 跟蓬佩奧其實 沒有什麼意見 都相對友好 但是一問他 會不會找他做副總統人選 特朗普就斷言拒絕 就是說不會找你做副總統 就是說蓬佩奧 除了競選2024之外 其實他也是沒有什麼出路 因為特朗普 是不願意跟你做副總統 所以接下來會越來越好看 當然了 你問我 想誰出來選 我想特朗普告老歸田 但是做一個幕後玩家 跟著德桑提斯上位 延續美國優先的政策 我猜這個才是最符合美國和世界上的利益 所以我是特朗普粉絲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喜歡喜歡訂閱科金提供公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我是Fiond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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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